玩具TV第十三季第八集 玩具TV第十三季第八集 可能要調低一點才能夠拍 Daly幫我調低一點 看得到雜然而前塵者,玩具也 如果要你全變,可能會變到今晚一點 我選其中幾隻來變,這是地球崛起系列 我們就重新把G1重新推出一次 我認為Fans絕對最期待這系列 因為G1對上職出得漂亮已經很久很久之前 而你出的這個系列,Classic可以完全洗牌 大家聽到Dick也很少可說得這麼誇張 把Classic洗牌,這次圍城落到G1的話有什麼變化? 主要上次圍城玩武裝,今次玩機地 其實是那時候有些迷你戰士,有些機地 但今次將它更改成為可以變得的機器人 以前只是用機地 今次變化得很大,計畫會不會跟G1有些抵觸? 不是,因為以前的角色不是投領都變成投領 最重要是好玩,賦予新的生命給他們 今次最重點之一就是蠍子基地終於出來了 這真是萬眾期待,蠍子基地 我一定要說Aparman 這個是什麼class? 這個是Leader 死命,誰真的要說一下,這個小小小的叫Leader Class 這樣有一個貨櫃 貨櫃高度就是Leader Class 現在我們會開始Zoom這個玩具多一點 這樣就幫我走一走 今次Aparman主要跟上一次版本 但變形方法更加優化了 你看到整個貨櫃車型是非常完整的 它的情報量都很足 而且落到地球之後,宇宙的污漬就出來了 如果不喜歡戰績的朋友,這個應該滿足到你 有些叫污漬的 還有一個貨櫃 貨櫃是什麼特別? 貨櫃很簡單 打開,打開,攪開 都是以前的方法 但裡面的車仔就沒有了 車仔你方會沒有嗎? 車仔可能是變重的 這次是變迷,機械人又變成了 真是怎麼猜到的 這個貨櫃車應該是擠到大王蜂或跳鞋者 都擠到下去的 玩法會比較多 這次主力是玩機地 變成這些連接的板可以全部扣在一起 機地可以昇華他們來玩 很快就變一變文哥 在變文哥的同時 這些迷你戰士是當年G2那類 變成非常容易玩又容易變的 當然他賦予另外一個生命 就是給他合體武器 這些合體武器 要用一些想像力 大家可以讓德哥玩一下 我喜歡用一些想像力 當作武器那一刻 這一下真的很好 本身都是車底 就是機械人的內構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簡單的變形 那這次奧迷 這次奧迫文這次多了很多這些 變形的板去遮掌 而手就好像G1那樣 還原這個位置變出來 可以用一些奧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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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奧迫文的奧迫文 都蠻巧妙的 它收藏的那些版的方法 而同時它還可以有這個 的奧迫文 也蠻厲害的 變形會不會比較像Bumblebee版的奧迫文 還是再簡單一點 有點像 但套路跟你想像中都差不多 但它是做得很巧妙 把位置收得很漂亮 腰部也會補完位置 所以這是非常出色的設計 但本來這次的步驟會不會很複雜 不算 其實變得很直度 其實你順著去變 基本上很容易變成 變成大朋友也好 小朋友也好 都可以享受到變形金剛的樂趣 這次的拳頭是很漂亮的 而且手是有手指的 最重要的是我多欣賞它這次的新的演繹方法 遮醜位置 它是否真的吸收了第三廠的經驗 老實說 好 那奧迫文就變完了 奧迫文是非常漂亮的 最喜歡它的銀藍色的膠 令這件事豪華了很多 嗯 你可以講解一下奧迫文 我這一圖就變成其他角色了 其實大家都看到本身奧迫文的 無論是車型態和機械型態 都是拿捏得很好的 始終都是它 即是新的產品 我相信如果沒有進步 一定會被支持者同罵 這次本身這奧迫文 它特別是藍色的地方 都用了一些光的膠去製造 所以看起來感覺很舒服 可動性如果純粹就用機械人來說 也是非常出色的 即是無論是腰也好 頭也好 手也好 都可以做完全一個 就是動畫看到的動作 那些遮醜位 這些路路都收得很漂亮 那變成如果是G1派 而又就是 那方面的死中的話 我相信這一隻都真的走不掉 有時候說沒有了鋪頭差一點 你覺得會只有一個奧迫文版嗎 我覺得不一定 無論什麼五眼六色 什麼電鍍式 然後戰損版 我覺得那時候才撥多你一筆 你可以不付錢嗎 這個多了MATRIX 其實它有MATRIX 你想要MATRIX還是要把鋪頭 這個心頭是可以打得開的 很實 嘩 這副名字是可以拿出來的 雖然都是叫Leader Class 即是V Class的尺寸 Leader Class的名字 但真的很少可以看到有MATRIX 我們拿到MATRIX 還可以拿出來 這個真是重點 它可以重演 波帕文 舉起博派心中一下 它還有一隻手指要動 雖然不是這樣 但是你那四隻手指 都可以做一些漂亮的姿勢 拿著MATRIX的姿勢 也沒有問題 這個是非常有誠意 真是重中之重 好 介紹一下其他方 時間關係 吊車也變成了 吊車我覺得它的 變形方法是非常直覺的 但是它又做到一些很好的連動 例如看看這隻腳這個位置 只要它這樣便可以變成 這樣 一拉下來它有一個 這樣的位置便可以連動 而它又同時可以保持貼地 變成這個設計非常爽快 一個老邦 也不會跌 而G1派最喜歡 玩屈打牙窮 那些就喜歡這些 而值回當年 這些消防車的手 沒錯 基本上整體的變化是非常好 基本上它不用做到像MP那麼複雜 但是完成度都非常高 而且車型都很不錯 車型都很不錯 你可以玩一下 Vill Jack和Horst 玩不玩 也可以的 Derek是否可以變這個 麻煩你變這個 那我就變一下 河斯 同樣地在這個機械人形態來說 都很難扣分 當然如果純粹說偷膠位 它跟廣場比 都真的有不少 但是都是那句 你拍攝前面 不要拍攝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破綻 當然 如果你說要求高一點 那會不會跟它翻游一下 做舊化 這就真的看回你們的樂趣 好 好 Horst 最有趣的是 還原G1車制 是放了這個吊板 原本的設定是讓它放了一輛車 現在當然它放了地 但它也做了相同的 就是煙壁給你 何思多不多產品出 其實 不算很多 真的不算 它和機密戰士都不算很多 所以這次也是幾個機會 如果想 喜歡何思的 這次也有一個 挺興奮的消息 而且這東西又出得漂亮 可以的 它也還原那些大肚腩 這個是阿叔 變形也非常之簡易 我只看到它喪拆已經解決問題 即是很直覺地墊就可以了 反而這次這隻何思 它有少少舊化做了 對 這個好像這一水 唯一就是它有一些機械迷彩 機械迷彩 它的車頭蓋有些污漬或鐵繡漬 它用後面的收納架 把它遮蓋 把整個背部的偷膠位遮蓋都可以 但武器就削了少少 只有這類奇怪的東西 都是假裝那些手 如果有更多武器就會更好玩 不過相對性本身的洞位 比其他的V class多一點 還有後面確實 破綻有多大 今次就看看這個量點之一的鐵工像 它是一些以前馬力戰士的基地 當時不可變 主要是一些維修中心 維修中心變成戰鬥基地 今次賦予新的生命令它變成機械人 厲害 基本上整隻拆散再組合 這樣就可以了 刷散後再組合 還算不算變形呢 也算的 渾滿性是不錯的 它的基礎是手和腳 吊左撞就是身體和頭 將整件拆散後再組合 就會變成一個很完整的機械人形態 這類型的變形 在變形金剛來說相對性比較少 它是自從對上系列那些基地的武裝之後 這是一個新的玩法 變成可以強化它們 亦都因此原因 所以無論是機地形態和機械人形態 更加容易掌握到一個漂亮的外形 所以不是一件壞事 基本上是將東西在長身組合 就是一個機械人 阿職也完成了 看回WILL JACK 大家剛才都看過車型態很正 這次它也完全還原G1的外形 所以無論是G1的死硬派 或者是新接觸電營金剛的話 對WILL JACK這個外形 我相信都不會有投訴 對WILL JACK這個外形 以往比較少產品 就是因為它這件帽子 只能夠用在它身上 這就不合乎一模多用的原則 比起林寶堅尼,又或者想起九萬多個星星叫樣的雷公,天鵝那些 他的背部其實看起來很厚,但他的前面都算不錯,但其實我喜歡Viu Jack 當年我最喜歡Viu Jack的頭髮,其實我當年最喜歡Viu Jack的車 是呀,很帥 還有星星叫,星星叫 星星叫之前我再介紹跳鞋者,這次終於不用用大黃蜂的帽子 變成一個紅色小炮車,而最有趣的是他的武裝可以變成一個雪地用的裝置 他真的完全強化了,這個跳鞋者 這個David麻煩你了,這個你也變過一次 星星叫,星叫這次比卡成那一年多,這個尺寸大了很多 你說他是V class就好像 他的手手腳腳,這次就收得不錯 以往他手在翼下就當成型,這次完全收納了 其實星星叫這一個G1的版本已經出了第幾個 即是進化到這個地步,我想有四五六次的進化 但問題是星星叫這個沒有,應該要避免到八個 所以是抵出的 我覺得他上次圍城版本的星星叫其實都很出色 而今次這個也不錯,而他那個顏色我都蠻喜歡的 質感你摸上去,是啞啞的色 本身其實我自己說機械人形態的造型 我自己就喜歡對上圍城的太空版多一點 但你說變形和深思呢 今次G1這個版本也不會令大家失望 變形都非常直覺 他比較特別的是手的變形有少許巧妙 大家就在那座黑白說明書是有點難度的 反而覺得他有點像黃金盒 反而覺得都是摺著手,收在胸口 盡量騰一些空間出來 基本上你還要看到他沒有這個偷架位 今次這個很厲害 我想正如你所說 始終聲聲叫系列 應該真的可以啤到爛那麼好 所以變成他在心思和外形方面 都落多了一些功夫 而他機頭的變形很還原 我覺得這個我蠻喜歡的 這個變形方法我蠻喜歡的 最後真的可以把東西都放進去 是非常出色的 是唯一肩膀的位置 突然一點點 肩膀的位置 其實整個外形也是很漂亮 這是我推薦的 這是我推薦的 今次的地球鬼都是推薦的角色 他的變形很還原當年變形的感覺 當然複雜了一點 以前就簡單談在一起 第一彈狂派就比較弱一點 只有聲聲叫一個 接下來還有九萬多本會出現 這個我也很擔心 期待的麥加燈也未有消息 或者他精彩在 有個炮可以組合出來 可以變成很多不同的玩法 這次炮很厲害 這次炮可以轉雙槍 或者變成一些 大陸炮型態 我覺得大陸炮型態的氣勢很厲害 很漂亮 很漂亮 還有車的後半玻璃 問你死了沒有? 應用者用盡嗎? 對 對,確實要靠一點想像力 有些大炮型 挺好玩的 有些份地炮 對,這些是厲害的 你問我 如果純粹是跳崖者 這個版本應該是最有型 最有型 最有型 最吸引 而且你有這麼重火力的武器 也是第一次 就拿回它 這支 算吧 只要看ViuJet的身體 算吧 這支 可否加速一下 加速一下 你擺了一個老江湖的姿勢 這些以前是要靠保健才能做到的事情 這次官方一次過給你 這次是很開心的 這件事是很開心的 大家看到 差不多了 喜歡變形金剛 真的千萬不要 這次這個wave出了多少件 抬頭的 還有一個是擋板 但那個也不在 還有一些 不像戰士仔 可以拿歪頸 這次變形金剛 先介紹到這裡 好 喜歡玩具的 不要走開 我們還有一個好東西 先拍到這邊 不差就拿過來 這隻才是正的 好大隻 好大隻 待會見 拜拜 很明顯 我們 一下 好 好 完 非常 你們 你在